他刚才把我这个搞懵了 其实我跟林浩呢 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次合作 但是呢 我跟林浩 真真真真就是合作的那一次 就是叫我的特异营 是的 他演我的小徒弟 小四川 是 是 是 我演那个老阿 小四川 小四川 在这个戏当中 他因为是小四川要给我当徒弟 所以我就坚持着我要说四川话 对 对 林浩 他那个四川话叫你这样 我叫你这样 他在四川话说四话 第一次听 就我们第一次听啊 就是你不是一个四川人 你会觉得 哎 这个人讲的挺有版样的 就挺不错的 但是一个四川人听 你会觉得很别扭 很别讲 但是他会强行去融入你 他会装作 哎呀 我就是四川人 他就会装声 哎呀 我就是四川人 他心里无情的暗示 装着装着 他自己都想起 对对 装着装着 装着这个四川话就八次了 拍戏过程当中 我一看来 我问你们怎么给我 拍戏很重啊 他一直跟着我的戏 对对对 我跟导演说 我问你拍这么个小孩 是不是专业演员 他们说不是专业 我问你们讲 导演 不是说我苛刻 拍一天戏以后不行 你们都换人 对啊 你问什么这戏 要接不下去怎么办 别说拍一天 拍一场戏以后 我就跟导演说 你们太选 选得太好了 哎呀妈演得真好 他也 他灵气 那个浩子 就跟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不跟他说吗 我当初还担心他呢 拍了一场戏 他是真是机灵 他演戏 他没有那种像 有些孩子们 你看 在那教他 大人教的 他不是 你看这状态 你看这 他不是 这就是一张电影脸 哈哈